女孩对着空气疯狂的挥舞着手中的长剑 却突然发现剑锋竟沾满了绿色的血液 一旁的弟弟则在着急的指挥方向 因为只有他才能看见这些无形的怪物 但怪物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男孩赶紧将身上的显现石给姐姐丢了过去 女孩接过显现石放在眼前一看 差点没被吓死 身边竟然有那么多的怪物 好在有了显现石的帮助 她的战斗力得到了提升 无奈蛤蟆精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女孩只能一顿挥剑乱刺 好在危机时刻 弟弟杰瑞瞅准机会一把将姐姐拉进保护圈 紧追的蛤蟆精在接触保护圈的瞬间被弹飞 然而当两人快速跑到屋顶时 竟发现源源不断的蛤蟆精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 很快就把房子围的水泄不通 姐姐这才从杰瑞口中得知所有事情的起因 害怕的姐姐责怪弟弟 既然他们想要这本大宝典给他们救死了 然而就在这时 一只暴躁的精灵从楼上跳了下 被吓到的姐姐抬脚就踹了上去 好在都被暴躁精灵一顿灵活走位 轻松躲过了 姐姐见状还想发起进攻 危机时刻杰瑞将他拦了下来 此时的精灵依旧很暴躁 不断警告他们远离大宝典 杰瑞不停地在旁边安抚精灵 见对方完全听不下去 他赶紧让姐姐去厨房拿蜂蜜 杰瑞赶紧将一罐蜂蜜递了上去 精灵接过蜂蜜便大口地吃了起来 吃了蜂蜜之后 他慢慢变回了小老头母样 他就是专门保护大宝典的精灵 杰瑞赶紧询问精灵 如果大魔王拿到大宝典会怎么样 而知事情的严重性 杰瑞他们决定准备 当着所有蛤蜂精的面 毁掉大宝典 蛤蜂精健壮立马慌了 赶紧开口求饶 杰瑞怎么可能轻易相信他 他毫不犹豫地将大宝典丢进火堆里 蛤蜂精健壮直接布装了 立马凶向地露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火焰并不能烧毁大宝典 他似乎被加持了某种魔法 没办法他们只能带着大宝典又回到房子里 但他们又不可能永远待在这里 就在几人一筹莫展之时 杰瑞盯着墙上姨婆的画像 她就是撰写这本大宝典作者的女儿 杰瑞明白只有她才能帮助他们 可姨婆现在却住在镇上的疗养院里 他们决定来一招掉虎离山 杰瑞他们让哥哥走出大门 从而吸引所有蛤蜂精的注意 两人则偷偷从后门快速跑到仓库 然后从秘密通道离开 但很快 蛤蜂兵就试破了他们的镜头 追了上来 好在杰瑞他们及时躲进了地道里面 被来在外面的蛤蜂精们 只能无奈寻着气味继续追踪 经过一路的追查 他们很快就躲定了地下通道的位置 接着放出更加恐怖的怪物 下一步 一只可怕的怪物直接挖穿了队 掉头就追了上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